很多的华人商家习惯使用现金交易 但是随着消费形态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偏好使用信用卡消费 作为主要的付费模式 面对那么多信用卡公司以低价竞争强市场 商家要如何选择一个好的信用卡服务公司呢 我们公司跟一些小公司比起来呢 他们虽然有标榜华人服务 但是在24小时之内如果说你机器有问题 他也不可能马上派人到你那边去 就算他派人到你那边去 他们派的也是只是业务代表 业务代表对technical support的知识有限 我们公司标榜就是说 我们有专人有technical support这些知识的background 24小时你打电话来 我们随时可以做这个服务 很多商家只在乎费率越低越好 没考虑到服务的问题 没想到不小心刷卡机遭做失误 打电话又找不到技术或服务人员协助 结果反而损失了不少 所以还是宁可选择有能力提供 24小时服务的刷卡服务公司 有些别的公司他们号称有中文服务 但是其实他们是请AT&T 或者是什么样的翻译公司 那他们这些翻译的人员呢 并不是很熟悉我们这个industry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所以说很多一些有用的一些术语 他们并不是解释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公司24小时 都是有华人来做这个服务的 信用卡交易最怕也最常见的损失就是chargeback 其实费率差个千分之几 一个月不过多二三十元 但是遇到chargebacks 没有人协助你解决 那个损失就可是好几倍了 一张单子客人只付 你有可能损失就已经几十块钱了 那Visa Mastercard公司规定 因为每一个行业而有所不同 那您现在的这些处理的credit card的公司 有没有办法很了解 就是说每一行它有什么样的规定 甚至提醒您怎么样去预防这些损失 使用信用卡消费方便又有保障 而商家更要慎选 能提供完善服务的信用卡服务公司 才能给消费者一个安全便利 有保障的消费环境 以上是国际卫视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许多的华人商家习惯使用现金交易 但是随着消费形态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偏好使用信用卡消费 作为主要的付费模式 面对那么多信用卡公司 以低价竞争强势场 商家要如何选择一个好的信用卡服务公司呢 目前市面上有许多信用卡服务的系统 但是大部分是以服务美国主流社会为主 不能用中文替商家解决问题 因此能够全天24小时以中文母语 完全百分之百沟通解释和指导的服务 实在是华人店家应该要非常重视的要素 很多银行说他们会提供华人服务 华语服务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接触第三者或第三公司 比如说AT&T那方面提供一个翻译人员出来帮他们翻译 他们翻译途中有可能不介绍你这些想表达的情况 某某然有时就会发生很多不会了 选择这个处理卡的服务公司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是一个重点 信用卡交易最怕也最常见的损失就是chargeback 其实费率差个千分之几 一个月不过多二三十元 但是遇到chargebacks 没有人协助你解决 那个损失就可去好几倍了 US Banker Services是一个具备专业知识能力的刷卡服务业者 也累积了十多年丰富的处理经验 他们不但会在事前教导店家如何保护自己 避免发生chargeback 即使在chargebacks发生时 也能积极协助你争取权益 以上是国际卫视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